大家好,我是沈昌帅 有七友想看许云川对王天一 2009年龙丸奔记判棋 那么因为许仙说的比较惨 所以有七友想看看 王天一到底是真实水平 还是有可能作弊 怎么看起吧 开局起码是禁足 这里都没有问题 出局以后想杀出来 那虹方这个棋 它可以走向三禁五 但是这种棋专业棋手不会怎么下 太委屈了 也可以把马三禁四跳出去就好了 进炮的话 这个棋它是希望炮八平七 王天一先补给这 对方点击之后 他现在有个出局式炮的棋 你现在呢 他掉局过来是防着什么呢 就是你足弊进一之后 人家不管你 马三禁四 你再足弊进一 他马四禁六 将来再马了进七 踩炮 再去平八 竞技师双 有这么个思路啊 他先平去就是不让你走这个棋 那直接出来抓 推了之后打过来 避免炮给抓死 然后呢 这个炮先避开 就是不让红方炮打边阻 红方飞向 黑方过来抓 这个棋呢 正常上马出子也可以 他这样抓的话 其实也是不不紧闭 把你赶走 红方退回之后呢 黑方上马 这个棋 红方可以走 狙一平三 夜底藏花 不要说就可以把这个兵 献给他 然后这个马一闪开之后呀 就可以去杀出去 就这个意思 这样更为积极 平炮肯定是个还手 肯定把马放上来了 放上来之后呢 你想牵 牵不住他呀 他把你牵住了 那么黑方七相 也确实是一个人大 孔方呢 这个棋 他这个子的位置呢 还是比较差 被人家利用了一下 他想对这个子 不给他激动 这段话 通过弃掉这个兵 强行去换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黑方呢 他过的一个族 你不能向他 你向打向 这边有攻势 因为你左边空穴啊 而你的炮打了一个向之后呢 孤军深入啊 还要被围 所以呢 担心抓死炮 就陷个边场被决 这时候走 鞠一平三可能更好 他走鞠四平三 人家一吃马之后 不就抢个线手吗 看着想打鞠啊 根本打不到的 双鞠抓他 所以呢 徐云川呀 这个棋应该来说 就吃了大亏 可以会中了 黑刀啊 那么这个棋 王天忆确实走得好 这边呢 鞠一对 到这儿的话 还是要抓死炮 他就对吧 按常规矩法就是打掉你 双方一换 这破三平一还能走 但是王天忆走得一步 平鞠吃炮 这边呢 就是缘缓你这样一个棋发生 对吧 如果他想丘文的话 简单平鞠一对 这棋至少第一步呗 但是的话 这个棋他没有必要跟你求和 因为他的马位要比你好 所以他上吧 吃着马看你怎么走 这个棋 顽强一点 可能是鞠二平四 对吃 但对方可能会居膝近四 摁住 然后的话 围城 这棋没有脾气啊 他退回的话 这肯定是一将 这样的话 行刀一打 不想丢马吃个事 这棋已经是要亏 他这个足过来就横冲直撞了 随便吃 先吃兵 后过来抓施 他抢一将抽子 其实暂时也抽不到啊 那么他出来的话更安全 他也出来啊 吃 这棋就要过来了 这棋将 但是没有用 他的意思是想迎面一将 或者吃中足吧 看路迎面 抓施 不是也是不得已啊 一旦小足一破 施机完了 到这儿确实是没屏 随便会回去看 看的话 他先这一屏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棋也可以先走 逐六屏七 他准备下一步逐六屏七 用逐过来拱他鞠啊 把鞠赶走 换个位置 再局七屏丢过来 把双十一破 所以呢 要把鞠赶走 他提前走是准备一将啊 那这个棋 黑方啊 他就进足 不管你 一将的话 那正常对局就行 他真是的话 想骗对方一下 那这个棋 他下标子 局七屏八杀你 你一走就马丢了 你一出来的话 马也退 你赶紧一吃啊 侧面虎了 所以这个棋啊 他还得看住二路线 啊 黑方一看 你这么下 我给你对去算了 这一步走完之后呀 徐云川就认输了 啊 因为对完之后 马炮双租围城 你现在这个石一滑 把石油破了 很快突破啊 你不滑的话 你就被困着 他将来推炮回去 再打你的鞭兵啊 现在就是多租围城 跑不了他 没办法 这这盘棋走得太憋去了 就是炮四平三啊 走的一步软手 把对方马给放上来了 后面再走的话 都不好下了 有其我认为的作弊 有其我认为这是正常水平啊 具体的话还是看后续吧 打大的救火 我们再来找一步转 physically